曾經自稱人渣的周永恆 在2017年與趙仲瑜離婚之後 就閃取內地旅遊陳薇 婚後彈下一指 在月前周永恆疑似與妻子爭執時出現恐嚇 被捕之後 他只不合作套取子民和向警員吐口水 日前他認罪之後 被罰款2,000元港元 及即時入獄兩星期 據悉周永恆不想借錢到日和獲獎 所以教人唱歌之餘更拼命送外賣賺錢 日前東周行在天水圍 見到準備接兒子放學的周永恆 他先到一間有機菜單找老闆吹水 原來是拿店裏的菜頭、菜尾和快要腐爛的水果 天時暑熱為免費炭冷氣 於是他們走到便利店買了一杯咖啡炮布紙 跟著走到公園坐在長椅上 探一隻已經熟透的香蕉 之後兒子從學校跑出來 他立即笑眾眼看 為了讓兒子放學可以鬆一鬆 於是帶他到公園玩一會 其間周永恆突然情緒激動 跟著就淚如泉蛾 而兒子見到立即上錢為爸爸抹眼淚 相當自怪 希望大家也來看待 我希望大家同樣 想到最終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悶喜快